长得高帅有着布立基隆医院王建民称号的泌尿科医师林伯瀚 站在体外正坡碎时机旁表示 基隆医院操作碎时机的技术员每次两人搭档 技术好又谨慎完胜一些大医院 依照医生的指示 急碎肾结石都有很好的成效 他们最近其实很注重 就是技术员有两个 他们会很注重机器对病人的位置 还有结合程度 所以我觉得这边做这个正坡碎时的细节都做得蛮好的 林伯瀚在记者会上举例有一位65岁的伯伯 因为发高烧来急诊 经过仔细检查 发现两边肾脏都有积水 而且都被结石塞住了 分别卡在上下段输尿管 原本系如面线的输尿管 肿脏道像原汁笔一样粗 经过紧急放置筋脾肾脏引流管稳定后 在进行输尿管进雷射手术 术后两天败血症指数 和其他抽血指数都恢复到正常值 顺利出院返家休养 而其实回溯到十几年前 伯伯就曾经腰痛就医 当时就发现有肾结石 但是可能因为不痛了 就没有继续定期追踪 导致最后塞住输尿管 因此医生呼吁有肾结石病死的民众 不要敌不动我不动就掉以轻心 就是要多注意一下 其实今天就是跟大家讲说 其实结石卡死了 就是它只不会痛 有些老人家回去 就说没事 然后一忙起来真的就拖到 我会建议半年到一年 去做追踪 因为有些结石它还是会变大 它只要大得超过0.5 就是会有卡住的风险 虽然台湾都 其实台湾很方便 只要有事就跑跑 林伯瀚医生强调就算不痛 最好还是要定期追踪 如果出现腰痛 贫尿尿疾或是血尿等情形 都应该尽快就医检查 最怕的是结石塞住了输尿管 细菌会跑到血液中 引发败血症 或是塞久了没有及时处理 肾脏可能会因此慢慢萎缩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